所以这本书是告诉大家说 你想要当有情人 先要调整自己的特质 对 一定要当凡人 OK 好 不过到底内容是怎么样呢 大家可以看看周杰的事 期待 好 所以这个例子 事实是对的 来 请主发雄辩 好舒服 好 谢谢呢 我们一开始要为大家介绍的这个案例呢 大家都是非常在乎小朋友 对对对 尤其小朋友呢 如果要是要去图书 就从幼稚园啦 一直上小学啊 慢慢长大 尤其在幼稚园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说 因为小孩嘛 所以呢 不管是老师啦 或是父母啊 都会非常非常的关心 对 接下来这个例子 你要仔细看一下咯 因为跟大家的小宝贝都有关心 真的 来 状况剧开始 司机NOBPO 翻拍娃娃车已经开了三十年 每天除了接送幼稚园的小朋友之外 也热心顺道地接送 需要帮助的人 小朋友天真的笑容 就是NOBPO最大的动力 真开心啊 又是一天上工的开始 每天这个时候就是我最开心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看到一群天真活泼的小朋友 准备来开车啦 还要眼开门 还有音效耶 好啦 出发啦 要第一站要去载一个可爱的小朋友 是小营的家 我会看到她 我们有帮助的 我们有帮助的 没有 没有 NOBBC早安 NOBBC早安 YA 小朋友早安 NOBBC早安 NOBBC 小营啊 你怎么年纪这么轻就交男朋友啦 没有啦NOBBC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啦 他是我的哥哥 哥哥 你哥哥喔 對啊 你怎麼找這麼高大 你到底是幾年級啊 小學五年級 五年級 那你現在幾公分 你現在一百八十五公分 一八五 五年級一八五 那你到高中不就六百多公分了嗎 差不多 而且超壯 看 對啊 看不出來哪裡壯 怎麼了 因為啊 我哥哥今天也要跟我們一起去快樂 上課 你可以幫我一起載他去嗎 拜託啊 既然是你的哥哥 我們就順便載他啦好不好 好 來…上車 來… 坐好 坐好了 要出發囉 下一站要去載小凡囉 好 好厲害喔 Nice 好可愛喔 老伯伯現在開車的 老伯伯現在開車的 老伯伯已經開車了 很快去 飛走 快 快 快 老伯 老伯 你找一個啊 嚇一跳啊 小凡 小凡 叫人啊 老伯伯好 在幹嘛 一早就帶阿嬤出門喔 媽媽 媽媽 你開始在演媽媽的喔 不是啦 我們家這個小凡很奇怪 每次睡覺都叫不起來 一直在那邊賴床 媽 我要睡覺啦 我要睡覺 不要上學啊 你快連牙縮都還拿在手上 還在刷牙 對啊 怎麼會這樣呢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睡著了 危險… 要上課啦 去坐好… 上課人來 上課… 坐好… 坐好… 小凡 快點坐上來 要吃到 好啦 坐好… 怎麼了 因為我被這個小孩子氣到 一直在叫他起床 買菜都來不及了 你可不可以順便炸我一下 好吧 好啦 既然你是他的媽媽對不對 順道在你 反正那個刺場在國小旁邊而已 旁邊而已嗎 來 上課… 好 小朋友坐好了 來… 我們要往快樂幼稚園出發了 好 走… 準備 下一站要去載小芸 好 GO 小凡… 我問你喔 昨天啊 老師叫我們背 你有背嗎 有啊 有啊 我當然有背啊 真的嗎 那我現在就來考考你喔 好 那 這個 這個什麼 這怎麼唸 不會 有這個沒有 好正喔 這個都不會 這個 這個是什麼 這很簡單 還不會 這也不會 媽媽明明就有教過你啊 來 看到沒有 生block 是 他 勞 他 他 對 下 vaya 他 絆 他 擋 他 他 他 破 他 你教了幾遍 還有... 這個...這個那麼簡單 你怎麼會的嘛 拾牌的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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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鵝... 鵝啊真的鵝 鵝... 鵝仔仔的鵝鵝 鵝... 鵝不會叫鵝鵝 好厲害喔 那麼簡單 這樣子會沒 每次這樣教你 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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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幼稚園了 小韻 你又出來要先喊一下 然後鵝... 我出現了 這樣我們有心理準備才不會嚇到 好啦... 好 趕快上車... 我們要去上學了 爺爺... 好 走... 等一下... 這是誰 他是我的爺爺啊 他也在開車喔 因為... 因為我爸爸媽媽他去上班了 然後沒有人帶他去醫院看病 所以我想說可不可以請 爺爺幫我們一起去 載他到醫院看病 可以... OK 那請問你爺爺生什麼病啊 因為他有完險皮膚病啊 然後 香港腳 然後 攝護線比較大 對啊 爺爺很多病耶 對 但是聽過會危機到他的這個性命啊 這樣子喔 我只有一個爺爺 真的喔 哇 你好孝順喔 我們快樂幼稚園裡面你最孝順 謝謝 真的 對啊 還帶爺爺 所以他 你意思是說順道帶爺爺看 對 去醫院看病 這樣會不會太慢啊 爺爺你直接再去那個景情聽就好了 不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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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路嘛 爺爺順路啦 先去醫院看啦 好 不行的話 再順路繞到那邊去就好了 不是啦 爺爺 我爺爺會長命百勝 沒有這個孝心太好了好不好 來 請爺爺 到後面坐好 好 謝謝你安老伯伯 謝謝喔 小心了 我們下來小映好乖 小心點喔 爺爺 小心喔 哇 好 來 小朋友都坐好了沒有 坐好了 坐好了 好了 剛剛好近看到你的臉好大 你為什麼突然會動了 小映 幹嘛啦 是司機伯伯緊急煞車的 對啊 沒事吧 緊急煞車 小朋友 坐好 坐好 沒事了 來 坐好 駕駛員麻煩下來 行照 駕照 你一定要演得那麼細嗎 警察 不好意思 怎麼了 是啊 行照駕照我們帶 行照駕照 好 沒錯 你日明明是娃娃車 為什麼車子上有這個 小同學 老人 還有歐巴桑咧 沒有啦 因為那都是 哪裡有歐巴桑 然後他們有些都是順路啦 想說順便在一起這樣 伯伯 我知道你很好信 可是你知道嗎 你這樣做是犯法的喔 好 下次我不會了 不行 不行伯伯 你這樣已經出犯法律了 這樣有犯法 對 因為你是娃娃車 你載了庸人啊 還有歐巴桑啊 還有阿伯 所以就不可以 真的嗎 還有妖怪嘛 沒有啦 是小朋友啦 還是小朋友 不行 不行 可是這娃娃車是我自己的啊 對啊 也不行 你已經觸犯法律了 那你法律有規定嗎 因為法律規定 娃娃車上禁止在七歲以上的學童 所以我可以開你罰單 等一下 這位交通警察 你剛剛講的含無無不清 我沒聽清楚 我這個車 娃娃車是我自己的 你再說一次 因為法律有規定 娃娃車上禁止在七歲以上的學童 所以我可以開你罰單 小朋友 好 定格 好 最後呢 是位交通警察所講的 他說法律還有規定 如果是娃娃車的話呢 就幼稚園的娃娃車 不可以帶七歲以上的學童 要不然要開罰單 會是這樣嗎 娃娃車 反正我只要帶的人 不超過那個人數就好了 你管我帶幾歲的 他講的對不對 如果你覺得他講的是對的 不能帶七歲以上的人的話 就是事實 如果你覺得他講的不對 人家帶人 但是他只要沒有超過重量 你管他的 不能開罰單 那就是熊辯 來 請選擇 最後交通警察所講的那一段 反正只要是娃娃車 都不能帶七歲以上的人 對 對 對